哈喽弟兄姐妹平安安息一二三 我那年代小时候玩游戏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玩过 就是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然后你们就要停 到时候你什么动作的时候 你就要停 然后你要等待下一个的order 然后你才能够走的时候 当你一听到一二三木头人停 你就会停 所以今天我们都 我在讲这个讯息的时候 其实我的感动就是 因为今年我们的40天进食祷告 就是那个诗篇46那边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的我是神 然后也很多人跟我们说 你要安息理解 所以呢我就去祷告 然后我就上网找了一些的资料 我发现很有趣 所以今天呢 我希望我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的来学习 几年然后安息在神的眼光当中 我们该做些什么 感谢主 体力愿乐 也是又称吹脚节 然后我们进入犹太利的5782年 这是一个安息 今天我们要安息 知道神长权 好感谢神 就来下页 我要按下页 好 其实今年是2021年 9月7号是犹太新年 其实是一个在犹太的里面 是一个安息年 基本上今天我们全世界 都进入一个安息年的里面 但这个5782年 在圣经里面提到 就是在出埃及记23章 10到11天那边 真的说神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节乐 来赏赐给我们 所以在这个5782年 当我们真的是专心去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 神会大大的赐福我们 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自己在这一些些不足的学习里面 分享了之后 能够再去网络更深入的去了解和参考 所以感谢神 我在这里有一个的新闻 当这个5782年呢 是从这个亚当下完 那被窗子开始 基本上是这样的算出来 所以这一个年份 今年就是这个安息年 同样在这个9月开始的这个安息年呢 也是以色列复活的第11个安息年 所以在波 真的是下一轮 就是12的明年 就是这个第12个的安息年 就是在波 7年就是第12个的安息年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季节 因为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洞察时机 我们要常常明白神的心意 在什么的季节 我们该当做什么事 然后趁风而起 其实我们就会进入那个蒙福的里面 所以在这里我们俗一个神的话语 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说 在立位记 2到7节这里这么说 李小玉与谢勒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 的时候呢 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 六年要耕种田地 也要修理葡萄园 收藏地的出产 第7年地也要守安慎安息 也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 不可耕种田地 也不可修理葡萄园 所以在这里 神的心意是这样 然后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呢 还没有读完 所以在这里 接下来就是 一落之掌的 专家不可收割 没有修理的葡萄园 也不可摘取葡萄园 这年地要守圣安息 这里强调地要守圣安息 地在安息年所处的 要给你和你的仆人 卑女 不供人币 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这年的土产 也要给你的信处 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也会看到 万事互相效力 除了我们人 要守安息 其实在神的原则里面 基本上地 所有万物 甚至动物 信处 也是要守安息 所以在这里 摩西的律法 也规定 人每工作六天 就要休息一天 土地 这是每耕种六年 就要休耕一年 是土壤 恢复肥沃 所以守安息了 和守安息年 基本上好像说 是停止经济的活动 看起来 好像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然后梁姐 却都是信心的表现 是信靠神的应许 卸了自己的供 依靠神的供应和保守 其实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一些的见证 就是好像有一些人 是特别是在 他过往的工作 是在星期六 星期天 他不能够去到主 去守这个教会的主 的时候 反而看到他很疲惫 但是当他把时间 分别为生之后呢 就是或者是 选择了星期六 或是星期天 守这个安息了的时候 反而就看到 他那个收入 是超越他所求所想的 所以神往往为我们预备的 并不是我们认为 或者是经验 在神的原则里面 神必然是会供应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在这里神的话说 立位记二十五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 你们若说 这第七年 我们不耕种 也不收藏土产 是什么呢 我必在第六年 将我所命的 赐给你们 地边生三年的土产 第八年 你们要耕种 也要吃成粮 等到第九年 出产收来的时候 你们还是成粮 所以在这里 我们往往也是一样 当我们去欠免一些的 成员回到守主的 他们会回答 我们说 哎呀不行 星期六星期天 特别好生意 所以呀 不能 我不能够这样的放弃 平时日子已经很差了 靠就是靠星期六星期天 可是在这里 神并不是这么说 神反而是在你守的时候 神也会来帮助我们 就说 你过去 可能在一个星期里面 你守了这个安息乐的时候 甚至走这个安息年 但是在前面的六天 或者是六年 神会为我们预备 甚至是 之后的三年 所以我们会吃成粮 所以在这里 在我们要守这个律的时候 基本上 也是在教导我们 怎么在我们的生命的财务上 做规划 怎么去规划 在我们将来 要进到第七的时候 怎么去安息下来 所以我觉得神的话语 是充满智慧 所以在这里 我看到 当那时候 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后 他们长期没有守安息年 神就使以色列人 被鲁外邦 让土地吃底的安息 一次补足了 他们远该守的安息年 所以在以色列复国 就是以色列是在 1948年复国之后 就从1951年起 开始守安息年 而且整个政府 就动用整个国家的制度来守 就是国家限定的 而且这样子 不仅被安息年 进行了文宣倡讨 甚至也在制度 愿意做 就给那些 修根的农固的一些的监贴 所以会看到 这个国家很认真 所以这时也证明了 土地每六年就修根一年 不止没有造成产业的衰退 反倒创造出农业的奇迹 以色列的土地 有60%都是沙漠 但是却是澳洲主要的 花卉以水果的供应国 所以这是以色列的南部 找了这些图片 就看到这些花卉 超级美 我知道有一些人去过以色列 他们说 那边的水果是特别大力的 很丰盛 就是这里白就看不见 所以那个丰盛 也是因为他们真的是 遵行神的律法 来去治理这个国家 看见那个丰盛实在不一样 所以来到这里 今天全世界全球 都有面对这个新冠疫情 许多地方由于丰盛 空气和水质的污染状况 也得到改善 街上动物也出现在街头 大地似乎因着安息而自我修复 你看到这个是美国洛杉矶 丰盛之前 跟丰盛之后 真的是得到改善 我们的国家也是看到很多的城市 我们从特别是去年的3月18号开始 一封城全部马路上进悄悄 那个河流都恢复了一些的清澈 同时你会看到 意大利的威尼斯也是一样 这里有一些的普遍 让我们看一看 封城险跟封城 如果真的没有封城的话 继续的污染 继续的忙碌 这条河虽然很 在我们看故事书 以为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条河 其实是非常臭的 有去过的人说 他们的污染程度是很糟糕的 同样我们会看见 在英国 因为就封城 没有车没有人 那个洞窟也出来 晒在太阳 shopping一下 window shopping一下 会看到 同样在你看野猪 一家大小 也是这样子出来 跑透透 就跑跑照 是他们 那时候 但是现在 进入这个状况里面 所以呢 其实 由此可知道 神喜悦人 过一个监谱 依靠他的生活 其中是蛮有安息的 所以你看在过去的这个的 3月18号 那个lockdown 真的很多人 这是依靠神的人 真的是在这个期间 把握了那个季节性 真的在灵里面 还有在神的话语里面 不断的被 已经是被增 而且是提升 所以看到神真的 在这个期间里面 是恢复了 他们过去不能够做到的 那一些的事项 所以我们往好的方面看 我们也真的是看到 有些人真的在当中 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可是人很喜欢是凭自己的聪明 走自己的道路 结果呢 会使生活很复杂 环境被摧残 心理劳苦重担 是去安息 那因为我们也常常是 在组里面 有这样的一直讲说 就是有神说 万事都互相效率 叫爱神能得着益处 所以虽然有这个安息 不是安息的 就是去年的那个疫情的 lockdown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很惊慌 老实说我那时候 3月18号一开始 一lockdown 我真的很惊慌 因为我过去那个 早吃的那种能力 忽然间好像被推翻 我也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 是前途茫茫 很迷茫 那个心哪里有得到安息 不过很感恩 就是在组的里面 继续在寻求他的面的时候 那个心情就渐渐的平复 然后在整个过程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给了我 很多的意见 你说 你可以找这方面的工作 做这一行 什么很多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也是好像忽然间 好像要去吹逼自己 去学这个学那个 那时候整个生活作息 是忙乱 而且慌张 因为想说预备将来 怎样做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感谢神 接着神的带领 也有听神的话 还有看话 神的话 还有接着一些的团契 听很多的道 渐渐真的把自己的心事 转向神 那个果效 真的不一样 所以你看 在上帝创造 整个六日 创造了世界 然后创造了人之后呢 亚当在被造之后 第二天 就是安息了 所以神是先让他安息 才开始做工 所以我们人呢 其实也必须要学习 进入一个安息的状况 才能够去面对 更大灾难的讨厌 所以在这里 神都说 他能够卸了自己的功 把第二热 才可以安息了 所以我们人呢 应该是用神的方式 他给我们的启事 去生活 其实在各样的灾难当中 我们必须随时 保有内心的安息 就像耶稣 在大空让中 仍然能够在船上 爱满墓碎一样 这个状况就是 哇 这个状况忽然间来了 这种情形 我相信在去年的洛桃 大家都是这种 东方西岛的情形 所以呢 今天 一二三不投人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来 来投靠神 神的坏语 真的是告诉我们 是得救待夫 归回安息 来这个 现在以赛亚时代 状大国受到亚述的威胁 朝中亲埃及派 就是状大在中间 就是亲埃及派 就是这个亚述在北部 就是来向他们威胁 这个状太 这个中央政府 就主张说 要向埃及来求救 可是以赛尔的先祖呢 献他们就说 你要来依靠神 埃及靠不住 如同指老虎 可是他们却不听 这个很像 久之后 我们因为有经历过 上帝的帮助 你看到我们身边 有一些人 就跟他说 暂时你就不要去投靠 某某势力某某人 你先来寻求神 他们是工厂都不会听的 他们会觉得 只是单单来祷告 单单来山谷 单单来小谷 或是单单来祷告 就可以了 我们以为有动态 那个行动 或者是在动作上很多 就会以为有那个果效 然后其实以赛亚书里面 以赛亚说 主耶华 以色列的圣子成如此说 你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 在乎归 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静置不可 这里就说 我们要得到救 被救上来 要归回安息 安息是什么 就是进到主的里面 平静安稳 平静要有力量 就必须要平静安稳 但是 你往往说 人都不肯的 什么是归回呢 其实 归回的意思 就是要转向神 就是要归回到神的那一面 因为在这个 里面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 这个归回里面 有两方面 第一个 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 都转向神 我们其实都可以 随时转向神 都可以归回给神 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 意念 思考 从这个世界的角度里面 转向回他 可能过去 你想要走的是 往东 往西去 可能神说 你要往东去 所以在这个一个归回的里面 是从神所给 按照我们的事迹 所给我们的方向 我们去进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focus focus为我们的上帝 然后第二层面来讲 这个归回呢 就是从自己的道路 转向神的道路 那就是悔改 所以刚刚我说了 这个悔改啊 就是我们来对起我们的神 可能真的在这个 静态的里面 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啊 好像说 这个lock down的期间 我们应当真的是 来仰望神 就是可能我们会去思考 我们过去的行事为人 可能过去我们的方式 可能过去我们所做的 是不是正确的 或者是在正确的里面 有没有神说 这个季节 下个季节 我可能要把你提到 哪一个方面去 我们有没有往 神要为我们预备 那个方向去努力呢 去做呢 所以这个转向 就是不要想自己的那一条路 而是想神 要为你预备哪一条路 所以这个归回啊 在神的面前 是很重要的 同时 在这里我们说 要平静安稳 平静安稳就是trust 就是要来信靠神 所以呢 虽然有些 我们说 要归向神 可是在归向神 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带来 那个相信呢 那个相信 世界就可以娱乐 我们一个安稳 这个trust 所以在 悔改和安息中啊 就是我们的拯救 在安静和信靠当中 其实就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在危难的期间 千万不要像无头苍蝇 到处求救 乃是要转向神 安息在他的里面 神必事情拯救 真的遇到任何的状况的里面 这是我从去年所学到的 我很慌张的时候 我真的是 好像热窝上的蚂蚁 也像无头的苍蝇 到处想办法 想到很stress 所以其实不是只是我而已 我感谢神 因为我有耶稣 我有一帮的弟兄姐妹 我有牧师 还有一些的领袖 来get就好 可是在外面的人 他没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 要怎么去来帮助他们呢 所以这时候 不只是我来像 这种的 热窝上的蚂蚁 我相信很多人也要遇到 可是在这里 神的应许 神的话 告诉我们说 你要转向他 而且要信靠他 因为得力得救 都在乎 归回安息 还有平静安稳 所以在这里呢 但是这以色列人呢 还是不肯不愿意的 所以这里他 这个以赛语说 30章15到16节 他说 你们静着不肯 你们去 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 所以你们必然奔走 就是说 我们要骑飞快的信口 所以对赶你们也必飞快 所以有时候 会有很多人给你的建议 哇你要快 你一定要快 不然的话你就执虚 你就输了 你前头啊 你要把握机会 很多人都这么说 其实啊 在刚才我讲 那个图啊 那个以色列呢 那个以赛尔说 那个犹大去投靠埃及的时候 所以到最后呢 以色列人决定投靠埃及 害死神 骑着快马向埃及来求救 神因此一言 亚述大军的速度 比他们要更快 以色列人将在亚述人面前逃吧 所以神呢 这里一支经文 就在诗篇147 10章 140第10节到11节 他说他不喜欢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块 耶和华喜爱敬畏和 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神不喜欢人 依靠势力强大的武力 就是马的力大 或是四处奔走求助于人 就是讲到人的腿块 神喜欢人 淡淡来仰望他 寻求他的帮助 所以可能我在讲到这里 你们会觉得很玄 就是可能你没有一些的经历 可是我们可能在初心的过程 你没有这方面的这种经历 你去询问那些曾经经历过神 他们如何得胜了 你真的向他们来询问的时候 他们十之八九都会跟你说 都是神在帮助我 都是因为我转向神 都是因为我势力在神的面前 这个确实是很多的见证 所以在这里神的应许说 也是在以赛亚书同样的三十章里面 他说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 必然兴起 好怜悯你们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反等候他的 都是有福的 神很耐心的等候着我们 转向他 因为他其实要施恩给我们 他也要我们很耐心的等候他 他要必然施恩 所以那个速度 是神来掌权 不是我们讲 其实我曾经有福 是一些人 的时候呢 他我跟说 你只有祷告 他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祷告 神要烧到没口了 几时 几时可以 我说我不知道 你只有祷告 你只有等待神来施恩 他说等很慢了 就是 你这样子对我发脾气 就是有些人对我发脾气 我还是跟他说 你要祷告 你要等候神 因为神这么说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示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等候神就是 势力在神的面前 在等候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 可以进到 他的安息里面 以至于我们能够 重新得利 因为耶和华 是我们真实的力量 也是我们的拯救 所以 当然熟悉我的朋友 弟兄姐妹也知道 我过去是 从怎样的 征战的里面 得着这个能力 一直在打胜仗 我打胜仗 我在打仗的时候 就是面对生活上的挑战 甚至在婚姻家庭关系上 我都有面临挫败 我都有挫败 可是在挫败的当中 我都是常常回到神的里面 就像我们看以前的那些戏剧 就是那个武林高手 可能就念功念了一段日子 下山找人打架的时候 他打出了他也会去山上再去念功 再去面壁思过 然后怎么去做 同样的我也是这样 当我真的是遇到挫败 真的是那个方法不合格的时候 我也很常真的 回到神那面前 面壁思过 我要等神 我要盖出哪一招 你教我我要怎样 可能在等候的里面 神真的是开始跟你说话 其实你用错了哪里 你的态度在哪里不好 你应该改善什么 然后我要加给你什么样的力量 我将会帮助你在哪一方面 所以在这里 去到神的那里 才会有安稳的心 才有那个能力去 面对前面的挑战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是鼓励你 我都能够 就是靠着这样的去 就是真人在这里 是能够去到神那边 得着力量 然后以至于我们在行走前面的路 是不会疲乏的 疲乏就回到神那边 所以讲不疲乏也是错的 都是骗人的 也会累的 可是累我告诉你们 真的要回到神的里面 就是去透过读画也好 透过敬拜赞美也好 透过读圣经或是我绘画 我都会觉得神在服侍着我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 当然在第二个秘诀 一二三不投人 第二个秘诀 是什么呢 就是得安息的秘诀是什么 第二就是 在这个经文里面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凡劳苦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这是耶稣讲的话 他说凡劳苦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说你来到我这里 我就得你 使你得安息 耶稣又在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 得享 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单子是清神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主耶稣告诉我们 要如何得安息 其实真的是有 有几方面的 要去学习的 同样也是有三 有三个秘诀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经文 原来当我要享受 这个安息的里面 前提就是我要 柔和谦卑 你千万不能够骄傲 你千万不能 不劝卑你自己去 聆听神的话 而且这个柔和 就是说你心里面 你要很 不要暴躁 千万不能够暴躁 你暴躁的话 你很难 享受这个的安息 所以在这里 这一段经文里面 同样也有三个的秘诀 第一个的秘诀 就是到主这里来 我们就是要转向神 感受神的同在 我们在感受他的同在 他就是赐给我们平安 因为他是平安的君王 他使我们在暴风雨中 如同婴孩在母亲的怀中 蛮有安息 所以我们要超面 我们的心 常常对其转向主 focus他 然后再渴慕他 欢迎他 就像呼吸 每一口气都要吸入神他自己 他的同在 就会渐渐的蔓入我们的全能 所以这是我们要天天超面的一件事 是天天要超面 所以我们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 天天转向他 我们越多的经历他的同在 我们就越能够经历他的安息 这个也不是单单我一个人这么说了算 其实我们如果在主里面 你去问到一些比较资深的领袖们 他们也真的确实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 真的是回到主人里面 真的得想这一份 疏忽超乎意料之外的平安 所以当我们能够安息下来 其实我们就不会再焦虑 脾气也不再暴躁 能够冷静泰然的面对一切 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神掌管这宇宙万户 他存在我们一切的忧 一切的忧虑中单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我们之所以有忧虑有中单 没有安息因为我们没有抓到神 没有抓到神 所以我们摸不到他的时候 我们就很焦虑 神哪里在哪里 就会很暴躁 所以我们就会到处找答案 找救病 但是当我们一摸到神的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神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在经历着他的平安 我们知道我们就在他的里面 我们的暴躁焦虑真的会降下来 所以我们就会很容易的 再次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 所以我们要常常操练学习来到神的面前 得享他的安息 刚刚那个经文是主耶稣说的 他说你要来到我这里 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秘诀呢 就是什么 就是柔和谦卑 背负足的恶 我们人生中很多的缺乏那种安息 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神的旨意中 做了很多神没有要我们做的事 烦恼了很多神没有要我们 烦恼的是充满了劳苦重担 那神知道我们是谁 他造我们 他会为我们设计人生 所以应该是亲神的 是我们能够胜任愉快的 因为他完全认识我 他知道我们的长处 还有软弱之处 所以他被我们的人生计划 应该是量身打造的 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明白 神对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 所以就是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去询问 所以而且我们还要常常的谦卑 还有顺服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恶特别的适合我们 是一个很容易亲神的恶 如果我们很骄傲的去抗拒 又要快过神的话 你会觉得神给你那个恶 你会觉得很难受 不如别人的 就常常会去比较 所以主啊 不仅要我们背负他的恶 也要我们学习他那种柔和谦卑的样式 这样我们才会得安息 所以千万在这里 我们不要去跟人做比较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领域 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千万不要去嫉妒 但是我们可以去学习 所以嫉妒比较呢 常常也会让我们失去那一份的安息 要知道神掌权 他认识我们 他真的会为我们设计一套 我们应当有的 还有呢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作息方面 我们尽量的去简化 所以过于复杂的生活 社交和行程 也会让我们失去了一切的安息 神喜欢 其实基本上神喜欢我们过得简单一点 省下时间 不做太多的教 不用太大的教 也不用太贵的吃 不然要供供到很难受 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进入神 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的安息里面 所以感谢主 第三个 一二三 第三个安息的秘诀里面 我们就要听见神的话 当然刚刚在那一段经文里面 没有提到说 要听他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 唯有听到主的声音 我们的心才会觉得稳妥的 然后我们真的也要知道神的属性 祂是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知道祂是垂听我们的祷告 借过我们的忧虑中单 我们就可以感谢 赞美主完全安息 只要看他如何施行拯救 我们看一个圣经的故事 就是在这个 纳米跟瓜事 因为纳米死了 老公又死了 两个儿子就跟他 一个媳妇回到他的老家 在他的老家 就是 媳妇就 纳米没有在 有儿子在给 这个 这个的路德了 所以呢 在路德呢 就去到波尔斯那个院子里面 去捡那个卖税的时候 然后路德 这个纳米 就是他的婆婆呢 就给了路德一个建议 你要在 波尔斯睡觉的地方 在他那个脚底下的时候 你睡在那边 其实这个是求婚的 一个表态来的 然后 当然路德又很听话 听了他 婆婆 纳米的 这个的 吩咐 也尽了他的本分 后来 真的 波尔斯有跟他说 Stady 我去搞点一切 所以路德呢 就回来跟他 婆婆 纳米 说了这个事情的 发生经过 然后纳米 是已经答应了路德 所以 话是我们预表来 记录来讲 当神一说话 一答应 我们就可以安坐 等候 你就不需要去想任何的办法 慌慌 紧张 焦虑 我们只要耐心的看神 如何做成这一事 所以我们要常常在 祷告当中 无尽的当中 要可慕 听到神向我们说话 我们就可以进入安息 如果神一直不说话 我们就很慌张 不懂神想怎么样 也不知道前途满满 所以神的话就是 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在你觉得很迷惘的时候 真的神的话一降下 哇他好像一个明灯 我们就很安稳了 所以读经祷告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 当然我们只要一个 其实在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安坐等候 这个就如在旧院里面 当敌人的联合大军 来攻击约杀 游大王约杀法的时候 约杀法很惧怕 他祷告神说 我们鼓励抵挡 这些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行 我们的眼目来 单单仰望你 这个也很像是 我们常常会经历 碰到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 我们无法掌握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哇真的是无力抵挡 无计可施 完全不能够做什么的时候 其实神真的 给我们一条路 那个路就是什么 就是单单来仰望他 所以在这个故事的里面 神的灵就感动了 第一位人亚哈斯说 耶和华对你们 就是透过亚哈斯 对他越杀法过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为这个大军恐惧惊慌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神告诉他们 你不要争战 你们 你们要 所以在这个 历代记下 20章十几节说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能纳 这是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正站着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明乐出去引敌 因为耶和华与你们 同在 所以神告诉他们 你不要做这些事情 你只敢安坐等候 神必为你们来争战 所以神答应过的是 他会必然会成就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 超念来信靠神 超念来 就是一直想过 过去有的一种见证 就所以听见证 不是见证很重要 当你听过某某人 或是一些的见证 神是如何半顾了他 我们就常常去思想 这些的时候 其实是给我们带来安稳的 当你真的是 缺乏信心的时候 你可以去思考 过一些 其实过去神如何拯救过你 他的恩典 真的是够我们用 同时 在我们自己本身 也要真的是 透过读他的话语 来降下 他的话语 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很固定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晚上真的没有办法了 所以犹大约撒法呢 就直接就 来单单仰望神 求告神 因为神说 圣拜不在乎你们 哪在乎神 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约撒法 只要有一兵一株 神也能够使他得胜 所以他不需要 看自己很温柔 有时候我们也不用 看自己很温柔 我们来学习 后来神真的使敌军 这个敌军 自相残杀 所以约撒法呢 果然不废一兵一株 就大获全胜 所以神叫他们 这是不要争战 要摆正 站着 看神为他们 事情拯救 这是 就是要叫他们 赤底的安息 所以弟兄姐妹 在整个的过程里面 可能你们也 遇到一些的情况 我愿意今天这句话 神告诉你说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你只管站着 看我如何 为你事情拯救 所以当他们这个 约撒法大军 听到神的话 就信心大增 大增 就在军队面前 势力歌唱的人 他们没有 慌慌张张 反而在那边唱歌 在这种情况里面 赞美神 然后就看见神的荣耀 所以今天 我们要来学习 真的第三个密语 那里面 我们除了要听到神的话 来到神的面前 其实我们真的 要学习来赞美 真的当你发生 开口赞美的时候 你的恐惧 真的会降温的 真的会 而且你的心话 也会定下来的 唱歌很重要 所以这种诗篇 我们这个 最近40天的祷告 会一直用这个诗篇 46 他说 你们来看 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死地 怎么样荒凉 他仔细刀兵 直到地级 他拆弓断枪 把战刺 焚烧在火中 这句话很重要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神 所以在这里 他说 我必在外邦中 被遵从 在遍地上 也被遵从 万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如果今天 我们忙着去 搬救病来的话 我们的神就无法 实行彰显 他的能力和荣耀了 因为你都已经 找人来帮助 不是找神吗 所以 因为他说 他要在这里 他说 他要在外邦中 被遵从 在遍地上 被遵从 所以在这里 我们如果神 我们没有等待神出手 神就如何去 彰显 他的荣耀呢 所以我们要休息 我们要等神 来帮助我们 拆弓断枪 把战车 焚烧在火中 所以当我们得到 神的瑞玛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 信心中得安息 我们放手交给神 不靠自己的 天然的力量来聘活 这就尊主伟大 让神来掌权 讲这很容易 可是确实是有经历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我相信你们也是有经历 当然 如果你们没有 这方面经历 你觉得很悬难 你就去询问那些 如何在他们的困难当中 靠主得胜 如何靠着他们来仰望神 得胜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自己本身也是常常 要 当我很大的时候 我的方式呢 除了听圣歌 我自己就一直听很多神的话 就是透过不同的牧者讲道 听他们的 分享他们 你自己在他们的分享当中 因为有神的话 所以信心就提升上来 所以反而不要去 让自己学在那边 去看什么 一大堆 奇奇怪怪的事 反而我们更多的要来专注在神的里面 这个很重要 感谢主 所以第三呢 我们就是到来到最后了 我们必须要竭力的进入安息 圣经里面的西伯来书 四章九到十一节记录这么说 这样看来 必另有意安息了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卸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互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了那不信仇的样子跌倒了 所以在这里 其实这里说 必有意安息了的安息 英文就是Sabbatless 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 因为那进入安息了 乃是卸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 因为神创世六天之后呢 他说第二天就是安息了 他也卸了他自己的功 其实卸了功 让我们能够休息了 其实是预备了明天的挑战 所以我们也要竭力 务必要竭力 进入那个安息 免得有人学了 那不信仇的状况 当然第一个安息呢 是加南美帝 因为是带领他们进到大南美帝 但是另有一个安息 是神要我们竭力进入的 他的心直如安息了 不进入的 就像那些倒闭 因为很矛盾的 神说你要安息 然后要接了自己的功 然后又说要很竭力的进入 会不会是很矛盾呢 其实这个安息所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我学习 我觉得很有趣 好 来这里 今天 我们 我们 经过了六天之后呢 就进入一个安息了 当我们经过了六年呢 我们就进入一个安息年 当然今天如果我们经过了六千年 我们就进入一个千禧 是他的活动 所以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42表 这里这个42的数目 其实在有跨远的42站 他们的站就去到那个加南美帝 同样在这个叶书的家谷 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 马太福也是经过了42代 这个家谷经过了42代 就有了基督 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安息 当然最后归来了 所以在起书里面 你有讲说是有三年半的大灾难 三年半就是42个月了 然后三年半42个月之后呢 就进入另外一个千禧年 就是一个安息年了 所以当然这个是未来的 我们要进入千禧年的国度 就是那得圣子的赏赐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竭力进入是哪一个的安息呢 其实现在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指的是基督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基督的里面 他是我们的安息 竭力进入这样的安息 就是在经历上跟他联合 像赤子与葡萄树一样的连结 其实今天呢 我们信靠了主耶稣 基本上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 但是我们在这个 是在地位上 是在基督的里面 但是我们要学习的 要是在经历上 经历 经历 我们必须要经历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竭力 让我们的心思一年都转向谷 然后像赤子连在葡萄树上 这样的一种的情谊的关系 所以基督耶稣 是我们所要进入 竭力进入的这个安息的里面 所以圣经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 是安息的主 所以我们应该进到基督的里面 所以就未来来讲 当然是这个千禧年 是一个得圣子的赏赐 所以在这个 我们得救 得圣 就是得救还有 成圣 还有成为这个得赏赐的 那一个整个阶段里面 我们必须 但是透过基督 我们才能够得赏赐 就是得救 得圣 得赏赐 所以千禧年呢 是我们未来所要盼望的 就是得圣 就是得赏赐的 当然在这里 我们所要讲的 其实我们最主要 还是说我们先要进入 进到神的里面 就是基督跟基督来连结 因为跟主联合安息 我们使我们放下一切 天然老我的倾向行动 就是等于说 歇了自己的功 就是我们很多的 那种老自己 老做法 我们要把它压下来 就是转向神 不要用以前那种 很暴躁的心格 其实这样也违反了 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老我是 就是肉体很活跃的 所以我们安静不下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节力 这个有时候 你看到你站在台上 我自己本身站在台上 我好像也不能够 这样定定站住 我会动来动去的 所以今天这个节力 是不断地选择转向主 选择顺服圣灵 选择舍己 才能够进入这个遗嘱灵 安息中 想象一下 如果真的你加这两只 你看你要把那两只 踩距停下来的时候 也是很大力 好像一重那两只 你看到前面有危险 你要把它 静下来的时候 你是很大力去踩距 所以那个节力 是要很用力的进去 所以在这里 我们来学习看一下 这个扫罗 我们看一个圣经的故事 这个扫罗 当然大家也很熟悉 他的对手就是大卫龙 然后扫罗 看到非利色人禁闭 以色列人离他而去的时候 他是按捺不住 勉强的先祭 结果就被扫摩责备 然后宣告他的王帝不长久 所以扫罗就是没有办法 安息等候神的时间 所以他的老我 就一直到动 一直要动 但是就是要 来挽回 以色列人对他的心 然后他就能够 所以他就勉强的先祭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宝华的身上 我们看不到 他因为依靠神 而有的安息 他不能够卸了自己的功 这个天然的作法 就用天然的手 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结果适得其反 但是大卫王呢 大卫王其实 我们看到他 有这种安息的诅定稳妥 大卫王可以 却可以卸了自己的功 安息在神的手中 他其实有两次都放过扫罗 没有伸手杀他 因为他说扫罗是神的受告主 要处置他是神的事 不是他的事 所以他将这样的苦权交给神 结果神就将大卫王高举 然后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人物呢 就这个乌萨 乌萨呢 就是这个大卫王呢 很想把这个月柜 从这个巴拉犹大 运到耶路撒 然后他就用了什么方式 他就用了 不是用人台 如果我们看旧月 如果要台月 就是用有拣选的一些 某些特定的人来台月柜的 可是这时候大卫呢 就让牛来运这个月柜 所以跑到一半的时候呢 这个月柜倒下来 然后这个乌萨呢 就很自然的就顺手去扶一下月柜 结果就被神击杀掉 他的行动也是因为处于天然的心 似乎是为了神 却也是做了自己的功 其实我看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自己很 那时候不了解的时候 我讲 这个很自然反应嘛 不要让他跌嘛 所以才会扶他嘛 但是这里就说 其实神没有叫他去扶 这个不是乌萨的功 在这个因为 其实大卫王也做错事情 他不应该叫牛来台月柜 因为用能力来台 而且是拣选的 某一部分的人力来台 所以呢 他用了牛的时候呢 神不喜悦 所以在跑的时候 神就让月柜自动要掉下来 因为掉下来 就不能够成就那个大卫的计划 所以在这里是神自己亲自掌权的 可是在这里会看见 这个乌萨很快的伸手去顶一下 结果就被神击杀了 其实今天一样 在末勒的大复兴中 我们不能够用天然的手 来推动神的施工 乃去谢了自己的功 尊神为大 让神来掌权 特别我们服侍神的人 要体擦圣灵带领和管制 有时必须学习袖手防观 然后竭力的进入安息里面 预复自己 不伸出好像乌萨这样的手 好像去做多了 我们必须竭力的逃神的喜悦 而非逃人的喜悦 我们若想逃人的喜悦 就很容易伸手做了自己的功 现上反火 是神所没有分析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真的要去 我们刚才前面说 我们除了要来到神的面前 要尊主为大 心里荣和谦卑 而且要聆听神的话 真的很重要 如果神没有叫我们去做的话 我们就忙乱去做的时候 最后我们就是疲惫 烦躁 没有安息 所以在这里 最后一个经文 就是在西伯来书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四章九节 这样看来 必须有一安息的安息 是为神的子民存留 其实这个安息的 乐的安息 就是主他自己 就是基督他自己 是为我们这些 神的子民所存留的 所以我们今天 最后的一个经文 所以我们要截入 进入安息 就是安息乐的安息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也不说自己的私话 因为私意 私事私话 都是出于自己的东西 在神圣的安息乐当中 都不能存在 不是只是针对安息乐 所以今天在送上的你们 有没有做私事 现在手中 有没有按着手机 再听我讲道 然后就进去Facebook 或者就是WhatsApp 这个也是私事私意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很谨慎 因为这个经文实在很好 在以赛亚时候 这是最后的一个经文 在以赛亚书里面 58章13到14节说 你若在安息乐 调转你的脚步 就是要谨慎你的脚步 在我生乐 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乐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生乐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之乐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实话 就以耶和华为乐 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 称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 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所以我愿主 这14节的最后 我们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就使我们 称价地的高处 我们要以 我们祖先雅各的产业 因为神要以 我们祖雅各的产业 养育我们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所以守安息乐 不做自己的事 办自己的私事 然后不随自己的私意 也不说自己的实话 神的允许说 他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 这个很重要 到最后 真的要确信 今年2021年9月 已经是进入一个安息年 我们要好好把握 这个9月份 到明年的这个9月份 这个安息的当中 我们来操念 同样 第一 得救在乎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第二 得安息的秘诀呢 就是到底这里来 柔和谦卑 父主的恶 听见父主的声音 这个必须学习 然后第三呢 就要很用力 很竭力的 进到这个的安息里面 我们要胜过肉体 结路 进入安息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的结束 当然在这里呢 我是希望大家 能够一起的学习 我这是短短 这差不多一个小时 40分钟里面 我知道是不服的 但是我希望 听了能够启发你们 引发你们 再去更多的寻找 如何进到安息里面 甚至对于神 国度里面 安息年 听了很多 但是我们很明读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在当中找到更多 寻到更多的 这个的启发和启示 以至于我们身心灵 进到这个神 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安息里面 得着力量 以至于面对将来的 那一个挑战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绝对是 我们必须学习的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 来做一个的祷告 我来到你宝座 献上我的祷告 在这安静时刻 我听见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爱 已经走到了我 是我陪的走进 你的同在里 在这安静时刻 你聆听我呼求 享受在你的荣耀 圣洁总 求你用几年 来光照我的心 你是我心 充满了快乐 主啊你是 我全然心靠 耶和华 是我黯然居足 哈利路亚 是的主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安息 我们要进到你的里面 当我们在寻求里面的时候 就很轻易 让我们就寻见了你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 今天在这个讯息的当中 神已经为我们 这一些你的子民 存留这个的安息年 在今年的这个 五七八二年 神啊我们要抓住 你所量给我们 这一切的福分 神啊帮助带领我 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真的能够竭力 进到神里 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安息 因为你说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神啊 若是在我们当中 他们有疲乏的 他们心里面有忙乱的 我求求你帮助他们 引导他们如何 归回到你的安息的当中 因为你说 你必然等候 要赐恩给我们 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 你不能兴起 好怜悯我们 神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都在你的当中 神你自己也说 凡劳苦重担的 可以到你这里来 你就使我们得安息 这是神你的应许 神啊 帮助我们 更多的柔和谦卑 来赴你的恶 好让我们学你的样式 好让我们心里 能够享受 你给我们这一份的安息 感谢主 今天晚上这个讯息 天主 刚才我所分享的每一句 你自己的话语 直接就进入到 我们的慰众的当中 神啊 我不知道哪一句话语 是他们需要的 唯一我们知道 神啊 你就把这个话语 目通总之 这样子栽止他们的心中 以致他们能够 为主你解除 三十倍 六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果实 神啊 你要我们进入这个丰盛 你来就是要我们得丰盛 神啊 谢谢赞明你 谢谢你的应许 谢谢你为我们 所留的老学 带领我们进入 你的一切的丰盛 感谢赞明主 全然再次 见我献上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脚步 感谢神 你的帮助和银盘 感恩祷告 受奉主耶稣基督 神的名字 Amen